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年代它有一个时代的记忆 比如说想要看书 或者说是得到学习的机会是比较的困难 自己的理想也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的 梦中的大海 沙青大天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这一张照片是大家一起穿着 梦中那片海的祖福 庆祝沙青的时刻 非常的开心 这个是军装的造型 这些是日常的造型 这个是当兵的造型 这有太多照片了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因为它有一个人物 不同阶段不同的装扮 所以小的时候 可能就是两个麻花扁 非常的清秀 然后衣服也是比较有冬天的这种感觉 有一些小棉袄 包括军大衣这样子一个 附队代怨经典的穿着形象 后期的话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有一些跨度和一些变化 同样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人物基调上面 后面就更加的成熟了 特别深刻的就是当了医生以后 穿军装 然后包括医生的衣服 就是都是比较不一样的 然后也显得很有精气神 第一次演绎70年代 部队大院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这样子一个形象 充满了期待 充满了挑战 并且非常有新鲜感 太难了 两次还得不一样 两手符往上爬 爬上去就行 塑造这个角色 首先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 时代上 跟我们可能现在会有一些差距 所以不管是生活方式 还是精神世界的一些创作 我觉得是要去找到一些 根基 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实践经验 所以就会去北京的一些 跟那个年代差不多的一些市场 去逛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可以帮助你进入到那个时代 去了解到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物状态 然后就是要去学一下滑冰 因为很有特点在这个戏里面 就是每个人在石刹海 滑冰都画得很好 但是这个真的是比较困难 因为那个年代的鞋 就没有那么的舒适 或者说是容易去控制 然后又是真的要在冰面上滑 我觉得这个难度系数会比较大 但是呢幸好童小梅 也没有那么擅长滑冰 所以呢不用那么的出色 就只要能滑起来就可以了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沉浸 比较内敛的这样一个性格 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和饱满的 如果是再有一次机会的话 我肯定是希望可以挑战一个 不一样的人物性格 我觉得叶芳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一个人物形象 也是非常坚定自己的人生理想 非常刚烈 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 更无关 可能有的时候 太追求完美了 他的自己本身的这个生活 可能就不一定是这么完美的 其实人生都是没法计划的 我以为可以 剧里面几对年轻人都是不同的人物命运的走向 需要展现出很多种的人生 它是一个一群青年人成长和奋斗的故事 各自的命运不同 但是他们都是在努力进去 我觉得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它是非常热烈的飞扬的 不同色彩的所以才会呈现出 非常饱满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各位 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 一起努力了 加油